在10月15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公告称,当天中午,朝鲜炸毁了京义县、东海县、南北连接道路军事分界线北侧的部分路段,韩国指责朝鲜采取爆破行为,并称韩军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进行了应对射击。 荒唐的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强调,如果引爆大量炸药,可能会产生音波、震动、非散物影响,如果造成韩方损失,将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威胁有点狼和小羊的感觉,你没炸到我也不行,爆炸非散物如果落到韩方哨所造成损失,韩方也会采取报复行动,按照这个标准,以色列坦克炮轰联合国筑黎巴南营地,造成人员受伤。 投掷航空炸弹到中国驻黎巴南营地造成营区损失,如果遭到武力报复,也是顺理成章。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强调,爆炸没有造成韩军损失,既然爆炸没有造成韩军损失,那你下令开枪干什么? 除了制造紧张局势之外,开枪有什么意义吗? 典型的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一是朝鲜半岛问题在美国,朝鲜炸毁的京义县与东海线,是分别在韩半岛的西部与东部连接南北的道路。 京义县是十八十二站,经高阳、泼州,连接朝鲜开城、平阳、新义州,全长499公里的铁路,于1906年由日本开通,东海线于1937年开通,是连接襄阳至圆山区间,全长180公里的铁路,曾经因为南北分裂而断开的京义县与东海线铁路,以及陆地公路的重新连接,被视为南北和解与合作的象征。 朝鲜选择炸毁南北连接的道路,实际上是物理上断绝了南北关系。 10月7日到8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进行修宪。 10月17日,朝鲜官方媒体证实,朝鲜通过修宪,明确已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一直希望美国能够与朝鲜签署和平协议,而不是今天的停战协定。 中国希望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有利于东北亚各国共同发展经济。 但是美国绝不允许朝鲜半岛和平,更不可能允许南北统一。 因为美国通过不断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可以绑架韩国和日本,从而破坏中国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努力,相当于撤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这就是美国的战略。 二是朝鲜无意难争。 2008年开始,朝韩关系专了。 2018年文在寅正式一度恢复接触,但2020年开始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回落至冰点。 自1953年以来,朝韩在技术上而言,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因为朝鲜战争是以休战,而不是以和平条约的方式结束。 2023年12月,朝鲜正式宣布放弃统一,称南北关系不再是同族的关系,而是处于敌对或交战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从法理上讲,一直没有结束的朝鲜战争,已经不再是内战性质,而是国与国的战争。 这就是朝鲜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宣角度,或许会让韩国方面感觉舒服一点。 因为此前朝鲜批判韩国时,一直灭称为傀儡政权,并寻求和平统一。 如今朝鲜没有道理,继续骂韩国是傀儡政权,两家相当于各国各的日子,互不侵犯最好。 从韩国军方的表态来看,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赵世芳,就是韩国无疑。 事实也是如此,本来半岛局势剑拔弩张,但是并没有出现导火索之类的事件。 10月初以来,韩国无人机连续飞抵朝鲜首都平壤投放传单。 传单内容涉嫌侮辱金氏妇女,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难怪朝鲜下令炮兵准备开火击落韩国无人机。 其实韩国无人机的行为造成的威胁绝对不容低估。 首先韩国无人机飞抵平壤上空,是对朝鲜防空系统的试探。 试探的结果就是朝鲜防空系统防不住韩国无人机。 其次如果韩国派遣一定数量的无人机携带炸弹,足以重创平壤,对金氏满门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是韩国连续三次使用无人机挑衅,已经到了正常容忍程度的极限。 俗话说可一可二不可三,连续被敌人挑衅羞辱三次。 如果继续忍气吞声,那就是苟且了。 第四是基于上述因素。 朝鲜反应激烈,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韩国表现得似乎无辜,实在非常无耻。 朝鲜炸毁道路之后,中国互联网很多人都在讨论朝鲜会不会主动开炮,挑起半岛冲突。 其实从炸弱这一个细节可以判断出,朝鲜方面依然是防御姿态。 楚汉相争时,刘邦明修站到暗渡陈仓,攻击方都市贤修桥铺路。 南有炸路炸桥的,2024年8月6日,乌克兰北约联军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一周时间占领了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很多人以为乌克兰会趁虚而入,继续向库尔斯克式进军的时候,乌克兰主动炸毁了库尔斯克南部塞姆河上的三座桥梁。 从这一个战术动作就可以判断出,乌克兰方面无心继续进攻,而是通过炸桥来巩固防线,同样的情节发生在朝鲜半岛,道理也差不多。 三是朝鲜绝非善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不断败退,美国冒用联合国的名义,牵头组织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战。 联合国军总司令是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如果再加上东道主韩国,共有17个国家组成了作战部队。 悲催的是美国原本以为在朝鲜半岛是牛刀杀鸡,可以帮韩国轻松统一半岛,但是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爆锤,一路退回到三八线。 从此南北对峙,美国无奈签署了停战协议。 如今除了此前所谓的联合国军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三个国家,也就是二战战败国。 日本、德国、意大利在朝鲜半岛驻军,必须指出,美国彻底背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现在的朝鲜,比起七十年前要强大得多,不仅拥有核武器,还有洲际导弹以及强大的炮火,常被军力一百万人。 最近几天局势紧张后,朝鲜又有140万青年参军入伍准备战斗,这样的国家绝不是几万美军就能轻松对付得了的。 半岛局势持续紧张,韩国尹西越奴才政府是罪魁祸首,直迷于依靠美国日本威胁朝鲜。 实在是蠢不可言,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朝鲜面对美日韩等国联军或许会处于下风。 但是韩国首尔都市圈将被朝鲜的炮火依为平地。 38度军事分界线以南的韩国南北长约45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20公里,最窄处220公里,这种国土根本不够打低。 短程导弹和远程火箭炮足以覆盖韩国全境。 战争一旦爆发,5100万韩国人又要逃到哪里?难道也要学乌克兰做亚洲子宫吗? 四十目标俄乌,我认为目前朝鲜无意与韩国开打,因为短期内主要目标是支援俄罗斯与乌克兰作战。 2023年10月16日,英国皇家国防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大量供应弹药的报告,该报告展示了一些定位弹药的卫星图像。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和基辅邮报,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称,10月3日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俄战区,一个训练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6名朝鲜军官死亡。 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表示俄罗斯与朝鲜等政权之间的联盟日益增强,朝鲜以送武器和军队来支持俄罗斯。 一名乌克兰军事情报人员告诉英国媒体,俄罗斯军队正在组建一支,由大约3000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这意味着朝鲜目前暂时不会开辟新战场。 对于俄朝联盟来说,彻底干垮岌岌可危的乌克兰,收获胜利果实才是明智之举,至于韩国,早晚会被驯服,不用急。